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音解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随音及相关的词,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随音及相关的词,其实随音是一个音,是我们组终对同一现象过程或者行为观察思考传播研究 随着观察思考传播研究的深入,所得到的感知感悟信息,分别用同样的随音也好,随音也好,对应的字来做了一个成绩,跟我们分享 那么我们在前面随音里头跟大家分享了祖宗把这个有灵性有血性有生命背后的那个通过有形的物质展现自己存在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主宰操作者操控者管理者 称之为水啊,我们喝的这个水啊,后来演变成就是这种东西了,因为水啊,确实我们祖宗曾几何时认为它有灵性啊 它和我们人一样啊,当然随着这个认识认知啊,观察思考传播研究的深入啊,祖宗也认识到了水啊 只不过是灵性学性,生命不可或缺的一个辅助工具,或者说是帮手,那么它跟这些灵性学习生命还是有区别的 其实啊,不光是水啊,还有一个就是火也叫做水啊,火的精髓啊,背后的操作者是那种祖宗也觉得它肯定有东西操作啊,有操作 当然了,这是指向了一个真相,那背后肯定有管理者操作者啊,这个控制者啊,主宰者 那么当然了,这个在灵性学习生命生命的真理真相啊,或者说这个宇宙人生统一论里头啊,相关的这个分享里头,我们再去跟大家做详尽的分享 那么这个背后的这个主宰操作者,管理者,主宰者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通过这个有形的色物质,我们可以感觉到,可以印证到,甚至于我们静下心来啊,睡觉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的自己的那个存在 尽管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啊,它这个一个什么状态,因为它是无形的嘛,但是呢,我们各自都能够印证到,它确实就是一种存在 就是我们现在通过模糊边界转业概念所谓的神经,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界啊,包括一般的人认知 也觉得我们这个身体操作需要神经啊,有神经才能通嘛 啊,说这个神经操作这个我们这个肉身,我们这个身体,那么什么操作神经呢?哎,不愿意往下问了 其实呢,你再怎么找,因为它不是物质的,你找不到,只能印证,只能感觉啊,跟朋友分享多少次,但总有一些 啊,就就固执,神经就是随便,就这样,那既然是随随便,那么人跟人基本上都差不多,那你怎么随便那么个动作 我都咋随便了这么个动作呢?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只有你用心啊,认认真真地去印证啊,去思考 其实呢,这个世界里头的道理,真理真相不难,啊,其实呢,也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你摆脱物质的诱惑 摆脱物质的迷惑啊,独立与物质以外呢,也不难,但是呢,某某伴随着一些诱惑啊,或者一些滚,啊 嗯,自己啊,嗯,嗯,没准备好,没法面对,所以呢,都只有这个稀里糊涂,求自己心安 啊,甚至于否定,否定了呢,不存在,那就自己就无所谓了嘛,啊,求自己心安而已 那么这么一个主宰管理,操作,操控啊,嗯,主宰,那么究竟他在哪里呢? 其实呢,到今天,我们确实就跟前面说说,也没弄清楚,祖宗自然也没弄清楚 那么祖宗呢,那没弄清楚,他一直在走,最后呢,祖宗,嗯,把这我们这个身体啊,对应于动物嘛 通过动物解剖,或者宰杀啊,嗯,跟人差不多 其实人,我们死了以后,也是白骨一对,啊,祖宗就,嗯,曾几何时认为,我们骨头里头的,啊,你们肉啊,血肉啊,缺掉以后就是骨头,骨头在砸开,哦,发现里面,哦, 其中存在,哦,也,嗯,类似于,这个我们身体的血肉之躯,啊,在骨头里头封闭着,所以呢,那个地上呢,那是血肉之躯盖住的骨头的里面的中心,啊,所以呢,这个,随啊,啊,这个状态啊,存在呢,这个,呃,环境,就叫做随,啊,骨随的随,后来呢,那古祖宗自然也认识说,那也不是我们的这个根本, 我们感觉到的那个自己,因为这些东西啊,在人死亡了以后,他还存在,但是人死了, 就是我们人啊,不停地在观察着,我们同理的死亡,各种学性,灵性,学习生命的死亡, 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提供着无量的机会,叫我们啊,能够回心转意,可见呢,实际上呢,既难,啊,又易,啊, 说难不容易,说容易不难,啊,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有时候我们司空见惯了, 反而不愿意更深层次地去剖析,解剖,那么这个骨髓的随是怎么来的呢, 呃,一方面呢,说我们要砸碎,啊,砸破,啊,所以砸破,砸成,呃,不是一整体,啊, 啊,呃,破了,啊,那每一个局部也叫做碎,就是碎片的碎,就相当于一块一块的石头, 我们祖宗当时,啊,去寻找这个玉石的时候,也要砸石头,通过这个石头,把石头砸破,砸开,啊, 把里面的玉搞出来,加工程工具,啊,所以有这个碎,再还有一个呢, 呃,后来在演变,那祖宗也用这个碎,啊,碎片的碎,啊,其实呢,就只要不完整,啊,局部的组成,啊,组成整体的各种各样的, 气小的存在,叫做碎,因为什么,祖宗也认识到了,所谓去一份无名, 正一份法心,我们真正这个自己,啊,有时候感觉到它存在,说不清道明, 有时候感觉它不存在,啊,有时候感觉它是一个完整的,有时候感觉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嘛,所以有了这个,嗯,碎片的碎,啊,粉碎的碎,啊, 十字旁这个碎,那么还有呢,那么祖宗就发现,啊,就是说,在那个最初认知的时候呢, 说这种存在啊,主宰啊,啊,啊,谁啊,那么是在骨头里头, 那么这个,它这个,在这个环境,那是,嗯,隐藏得很深,啊,嗯,盖得很严, 所以,以后我们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状态,状况的时候,也叫做肥, 所以叫深随,啊,有了个,啊,肘子旁这个肥,啊,有时候, 其实啊,这跟肘有关系,跟我们行动有关系,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 那么同样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迷失方向, 也叫做随,啊,那搞不清楚了,因为它,嗯,埋藏得太深, 那个方向搞不住,这种方向,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也分享过,啊, 嗯,调像,啊,就是不知道东西南北在哪了,实际上, 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一种状况, 也暂时向我们,啊,宣誓着,尽管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很简单, 哈哈,但是没有阳光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夜晚的时候,甚至于下午的时候,等等等等, 哎呀,那么我们也会迷失,别看就很简单的四个, 你说复杂吗,啊,不复杂,很简单,四个,但是不复杂,我们又会迷失, 哈哈,所以迷失也叫做随,就走路容易迷失方向, 叫随后来呢,走东西也就说,因为为什么会迷失, 因为它隐藏得太深了,我们搞不到,啊, 这就是我们背后那个随,啊,我们搞不到,嘛, 就有了这个深随的随,这些含义的演变, 那么所有这个背后的我们这个主宰, 我们自己也都清楚,啊,我刚才跟大家讲了, 我们要做一些动作,啊,有一些行为,啊, 有些劳动劳作,活动走路,啊,传切,等等, 各种各样的动,啊,那么, 其实呢,我们都要遵循着这个, 我们感觉不到的,啊,这个存在, 自我,啊,就自己,就要按照他的这个思想去做, 但是呢,觉得跟自己一提又不一提, 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要去按照, 遵照,啊,遵照,啊,顺着,啊, 嗯,这个真正的自己去做, 其实我们一切都是,嗯,嗯,遵守着我们, 这个物质肉身背后的这个真实存在, 自我,啊,在行动,啊, 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当,呵呵,嗯,这个,谁没了,啊, 我们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所以,啊,有跟随的谁,跟随的谁,呢, 就这按照顺着,啊,嗯,前,前面,啊, 我照着样子做,啊,嗯,我在后面跟着,啊, 有这么一个谁,后来呢,我们学习,啊, 嗯,劳作,干什么,也叫做谁,啊, 甚至于,嗯,一些思想观念也叫做谁, 就,就,嗯,顺着人家来,不管名用明白, 所以后来,后面又演变了另外的谁, 还有一个随朝的谁,呢,实际上说这个随着的谁,啊, 随形的谁,随身的谁,是一个谁, 只不加个走字,不加个走字, 那个谁,呢,就纯粹随朝用那个字, 实际上呢,就是把那个走字去掉了, 这两个谁,呢,是同用的, 那么既然背后存在着一个,啊, 确实实,大家能够印证到,在哪儿又不知道, 也就是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呢, 嗯,更多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接受它, 就说我们可能呢,没有印证到,啊, 没有证得,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存在,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好多人,啊, 都有这样的感觉,啊,你说没有灵魂吗? 也不对,啊,感觉自己有个灵魂, 其实人人都不承认自己没有灵魂, 所以人人也都接受自己的灵魂, 但是灵魂在哪儿呢,不知道, 那不知道,你不能否认它, 所以就在不知道,说不清道不明, 真实的这个自己灵魂啊, 意啊,利啊,气啊,等等这个真实的自己,啊, 把它接受,也叫做虽, 就是虽然的虽,啊, 就像祖宗啊,有时候就是这个虫子, 就这样,啊,嗯, 他按照对我们思考的,啊, 采摩的研究的,这所谓形而上的,啊, 呃,这个蒜,啊,这一类的,嗯,可能他不,他不会, 但是呢,他遵循着他背后的那个真实的自己, 所以虫子,啊,那种, 在我们人类看来是很笨,啊, 嗯,鱼翅,啊, 但是呢,他就是为了吃个拉撒睡嘛, 所以也叫做虫子的洞,啊, 叫做虫子的洞,啊,叫做虫子的洞,啊, 反正糊涂嘛, 后来呢, 我们祖宗就把这个虽啊, 虽然的虽啊,就, 赋予了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就是说, 我认为它是真的, 但是我不知道, 我说不清道不明, 我呢,也没有印证到, 但是我认为它是真的, 就是说, 在就某种程度上一种叫迷信, 没弄清楚, 就认为它就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呢, 往往会出现转折, 我认为那个样子, 哎,又叫自己迷惑, 所以叫虽啊, 跟然一起用, 虽然,啊, 就说我接受了, 但是, 后面通常跟但是, 就给一个转折, 又叫我们, 动摇, 不想去追随, 不想去顺着, 不想去遵守, 啊,这个虽,啊, 虽然的虽, 所以呢, 今天这个含义呢, 就实际上呢, 虽然, 你单独叫自己讲, 啊, 好多那个字典, 里头解释, 甚至学者解释, 啊, 也是, 说不清,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没有正德, 没有印证, 没有确认, 啊, 正实的情况下, 认为他就是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 某种程度上迷信, 啊, 就叫做随, 啊, 虽然, 其实虽然, 然也有关系, 然是跟君王煮, 啊, 就是给大家, 主持烤肉分配食物, 啊, 嗯, 那个境界高, 但是他怎么来的呢, 也是, 啊, 他就在那儿, 哎, 大家都, 这种公正平等的氛围, 或者道理就在那儿, 啊, 君子, 王啊, 主啊, 都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呢, 就是那样的, 我们使我们坚信, 啊, 有一个天道法则存在, 但是呢, 有多少人证得了天道法则呢, 所以也是这个随子, 啊, 就有这个含义啊, 大家自己印证, 那么还有呢, 我们背后的这个自己这个随啊, 当然祖宗不光说我们人类啊, 动物也有植物也有草, 木, 重, 树都有, 那么其实呢, 祖宗最早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分享了, 是从这个植物里头的观察词告传播研究, 完了通过我们人类自身的这个相同形状的印证, 啊, 进行了所谓我们中文化的这个形成传播语言文化啊, 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那么使得啊, 呃, 我们呢, 有时候会感觉到, 呃, 愉快, 高兴, 舒服啊, 某种程度就是心安, 睡觉安稳啊, 安, 能安顾我们的心, 当然了, 有时候使我们不安, 那么不安呢, 那么我们也会啊, 其实我们活着就是求一个心安, 不管是什么, 都是为了心安, 所以呢, 这个随呢, 能够安抚我们, 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快乐, 喜乐成功啊, 甚至于让我们自己敬佩自己, 后面还有这个随子啊, 那么叫我们感觉到我们做的非常的荣耀啊, 非常的, 呃, 能够挺胸挺胸蝶肚啊, 昂蜀挺胸啊, 觉得自己, 呃, 也是很高大啊, 有一个随, 就是一个角丝旁, 啊, 加个随子, 这个呢, 就只是安, 平定啊, 呃, 安抚啊, 或者说呢, 就是, 呃, 后来演变啊, 有了一种自欺欺人啊, 也叫做肥, 因为什么, 就是自己把自己骗一下自欺嘛, 妈的欺人, 当然自己欺人还有其他含义啊, 那么就是安抚自己, 啊, 求心安, 不一定是真的心安, 也叫做肥, 所以这个肥子呢, 尽管是原意是要安抚啊, 这个背后的这个真正的主宰管理者, 操作者, 但是后来呢, 因为确确实, 他有这么交错啊, 出现的, 啊, 假的了, 也出现了, 就像科学啊, 真理啊, 等等一些东西吧, 宗教啊, 也都出现假的了, 那么你不能说他都都都是假, 都错, 啊, 也就出现这个随啊, 所以也有这种含义了, 从慕容成功上讲嘛, 啊, 属于中性的, 你好的心安, 也真真实的心安, 也是随啊, 你自欺欺人的心安, 也是随啊, 有着这么一个随的, 这个含义的演变, 但是主要的含义就是心安, 但是心安有这个有讲,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水, 我们说这个水嘛, 水啊, 喝的这个水, 我们身体啊, 排水啊, 其实我们叫尿啊, 那尿里, 你就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我们呢, 到现在也说是放水, 有的人说啊, 要放水, 那就是去尿尿啊, 所以呢, 这个尿也都做水, 就是人, 呵呵, 身体内排出来的水啊, 就叫做水啊, 也叫做水, 尿啊, 这是祖宗灰蝎, 用我调皮啊, 给我们留了这么一个字啊, 所以也都做尿, 也都做水, 有了这么一个字的演变,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 能使我们心安, 真正心安的, 也就是说我们印证到了破一封不明, 正不明法身, 认识到那个真正自己的本性, 哎, 嗯, 那往往呢, 那需要仰慕的啊, 因为他觉得是崇高啊, 嗯, 我们都要分手, 某种程度上呢, 我们祖宗也, 嗯, 印证到了, 感觉到了, 在这背后呢, 有一个规则啊, 那我们就是要去证得这个的, 所以我们要证什么, 就是真心本性, 也跟天道法则形成, 啊, 天道法则和自己的良心良知合二为一嘛, 啊, 叫做身人合一, 天人合一嘛, 那么, 真真正正的, 自己内心当中所有的这些操作, 其心动念, 跟天道法则, 跟自己良心良知, 一样的良心良知啊, 那么就叫做, 随一个墓子刨, 啊, 这只是说仰慕看啊, 墓子刨啊, 是指着正确的, 啊, 正到了的, 认识到了那个真理啊, 就是自心当中良心良知, 啊, 也是天道法则, 实际上是一回事, 那么有这么一个随字, 当然了,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嘛, 有假的呀, 哎, 假的呢, 其实自己也都知道, 其实我们今天用心去印证啊, 祖宗跟我们留着的因子啊, 啊, 很有意思啊, 祖宗也很智慧, 也很聪明, 也废了心啊, 那确确是负责任, 那么还有一种随呢, 就是鬼鬼祟祟的随啊, 光明正大, 让人仰慕呢, 是眼睛看, 要仰视的啊, 叫做随, 你看我们信仰视的, 叫随, 那认识到那个东西, 那么假的, 不真的, 就叫做随, 但是呢, 就是一个山, 下面一个宗子, 那么这个随呢, 实际上, 祖宗也知道, 这个自己也都知道, 你在不是在光明正大下的任何, 呃, 思想, 行为, 动作啊, 都叫做随, 所以见不得人, 呃, 目中程度上呢, 什么见不得呢, 嗯, 其实见不得有鬼啊, 我们也有神, 也有鬼祖宗, 都有了在因子跟我们分享, 那么就是那个鬼, 我们在这儿啊, 跟大家, 呃, 呃, 以前好像跟大家讲过, 祖宗是鬼神神鬼, 实际上, 呃, 没有分别最初, 后来呢, 慢慢演员说, 明白为神, 不明白为鬼, 所以鬼迷心窍, 就是令人糊涂了, 所以呢, 就是说, 你什么情况下糊涂, 没有光明嘛, 啊, 不懂道理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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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按照大家这个, 功德啊, 这行事, 啊, 就叫做随法, 其实也很简单, 见不得人的, 呃, 呃, 偷着藏着, 掩着的, 啊, 不敢公开讲的, 啊, 什么所谓的秘密, 不管你是国家的, 还是社会的, 什么秘密, 你就是肯定是随, 啊, 呃, 名义上啊, 觉得挺高大啊, 就是很盛洁, 但是呢, 骗人嘛, 自欺欺人, 也还是自欺欺人, 鬼鬼祟祟的随, 这就说是假的, 啊, 见不得人的, 自己呢, 被物质所熏燃, 木燃, 啊, 覆盖, 所做出来的一些, 啊, 稀里糊涂啊, 但是呢, 呃, 又, 呃, 自欺欺, 自欺了以后, 呃, 欺人吧, 算是自欺欺人吧, 这是个成语, 啊, 那么, 呃, 感觉到的, 认识到的, 所安抚的, 啊, 那个谁, 啊, 那个谁, 啊, 就叫做谁, 啊, 那么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啊, 这个祖宗呢, 其实是通过草木植物的观察, 啊, 特别是谁啊, 顺啊, 呃, 等等吧, 我们在前面的音词里头跟大家做了分享, 我也老是这么唠叨, 就提醒大家啊, 就要不要忘了这么一个脉络, 所以我们这个音词里头啊, 这个撕开头的也有, 一直都有这么一个脉络, 从草木植物, 因为它确实是崇高, 啊, 显示出那种让我们人类也要仰慕的一种精神, 一种准则, 啊, 一种奉献互动嘛, 啊, 大家这种, 尽义务, 尽职责的一些, 呵呵, 嗯, 真的, 我们人类啊, 都多数的时候自残幸福啊, 就是我们做不到那个样子, 啊, 也是从来印证的, 那么, 这个草木植物呢, 那么它背后的水在哪呢, 祖宗其实也找不到, 我们自己都找不到, 那么祖宗呢, 对草木植物的那个水, 我们叫古水的水, 真实能够存在, 那个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植物的种, 果实, 啊, 嗯, 也叫子, 在子, 吉里头, 我们都跟大家做个分享, 祖宗都认为, 所以有了这个碎, 那么这个果实种子是, 嗯, 所谓的一年, 它才形成一次啊, 才完成了, 那它是传递的嘛, 因为草木草骨植物, 像庄家, 稻子骨子啊, 高粱玉米啊, 小麦, 它就是这一带, 完了就完了, 它就有了那个随啊, 有了这个结果啊, 嗯, 那么, 沉淀在那, 所以它才进行再一次的, 所谓的轮回也好, 循环也好, 或者说是在一季的开始, 在一次的开始也好啊, 都一样, 那么通常呢, 其实是一个春秋啊, 冬天都有些西的时候吧, 嗯, 但是呢, 它拓展开来也要是和我们人类对应的一年, 是相同的, 所以呢, 这个草木完成了, 那个谁啊, 一代一代更别这个周期就叫做碎, 就是我们周碎的碎, 通常是这一年啊, 后来呢, 我们人类的寿命用碎啊, 去描述去替代了, 那么, 这个, 所以呢, 还有卖碎的碎, 卖碎的碎, 稻碎的碎, 就指着植物的那个果实种子, 那个形状啊, 那就是它的真实的那种操作者, 操纵者, 当然是指着有草, 有果实有种子的这一类草木, 当然其实都有啊, 只不过有时候不明显, 再一个呢, 由于, 嗯, 植物啊, 本身它也有啊, 能就近啊, 所谓的偷懒行为, 那插根啊, 根也能, 反正有的草莓种子的, 但是通过根啊, 当然了, 各种各样的, 其实那个根, 它也是它的碎啊, 嗯, 有了这么一个方向的演变, 卖碎的碎, 倒碎的碎啊, 就指着那个真正的那个存在, 确实就在那, 那个生命最后就, 冻结了也好, 或者隐藏了也好, 定格了也好, 就是在那儿的啊, 那就是叫碎, 那么这还有一个碎呢, 那么是植物这个碎是怎么一种情况呢, 就是它这个碎啊, 冲开始到结束, 完了, 跟那个碎啊, 我们这一个周期也一样, 就一个周期完了, 所以这个碎呢, 还有周期的意思, 还有完结的意思, 所以有完成啊, 碎啊, 后来我们人完成也叫做碎, 就是一个, 走字的这个碎啊, 完成的意思, 有了这么一个碎, 好, 所以, 那么还有呢, 那祖宗自然而然的, 延伸到了所谓的草木, 金木, 古油和土气儿都有啊, 当然再怎么有, 实际上祖宗呢, 也是指着背后那个存在, 实际上就完石也有, 所以还有石碎, 那么都有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水, 祖宗这个水啊, 和火啊, 水和火啊, 祖宗曾经合成都有灵, 有星的啊, 有和人一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祖宗认为, 水也有灵性, 有血气, 有生命的时候呢, 就是和人一样的啊, 这种, 其实任何东西都有生命啊, 那么就有了这个通道, 就像大峡谷一样啊, 那谁走到那, 你流不到别的地方愿, 只能按照那个走, 所以这种通道, 水的通道啊, 就叫做随啊, 后来就是洞, 因为有的地下通道嘛, 所以通通都叫做随, 它本身也深, 也有这个含义在里头, 就是有隧道的隧, 隧道的隧又深的意思啊, 那么就指着水啊, 这种通道啊, 要遵守的, 要留经的, 你也留不出去的, 约束的, 所以这个随地儿, 其实还有规则的意思啊, 这个, 再后来呢, 那么人类建了城, 啊, 呃, 在城墙了, 那么城墙里头, 那个城门洞啊, 也叫城门啊, 那个洞也叫做随, 叫城随啊, 有了这个尔子旁, 这个随的, 通常随道的随啊, 后来我们, 大山, 祖宗那个时候, 很少能把山打通了, 把山, 打通了, 有个洞也叫做随, 叫随道随洞啊, 等等, 有这么个随子, 那么还有火子旁的随啊, 因为祖宗还有传说给我们, 叫随火势吧, 随势啊, 嗯, 发明了火啊, 散不去火也好, 还是火连石头打火也好, 还是怎么弄火, 反正是啥啥啥整的, 因为他跟火子旁, 因为祖宗这个随啊, 火子旁这个随啊, 就指着火种, 哈哈, 能够使火燃烧起来的, 背后的那个操作者, 操纵者, 所以呢, 我们祖宗觉得啊, 这个那个是人, 那就说发明火的人, 发明这个取火啊, 生火的人, 能让火生产过来的人啊, 有了这样的故事, 实际上呢, 祖宗的最初大意这个火随啊, 是指着火背后的操纵操作管理者, 主宰者, 那么有了那么一个随子吧, 那么好, 那么关于随啊, 因积极相关的事啊,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 отец见 twenty Awesome Sir, 你这么说我还是一个小似的 musste, 我们来再吃镶蜂时看掉回去, 那我们去帮ride你是为私演出的东西,